因为我知道她喜欢音乐 我看到她学习 然后我不管 其实我很想要知道她学到怎么样 然后她主动过来 妈妈你过来你听一下 张伯芝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妈妈 在于谢霆锋结束六年的婚姻后 独自宜人 带着两个儿子生活 多年来对儿子的照顾都是尽心尽责 从来不敢怠慢 可以说母亲的这个身份 彻底改变了张伯芝 要知道张伯芝在当妈前 是一个玩得很野的女人 虽然是香港娱乐圈的一些女星 但绯闻和黑料也是满天飞 直到燕赵门事件爆发后 张伯芝就引退了娱乐圈 和丈夫谢霆锋也结束了婚姻 可以说张伯芝的前半生 简直是第一档起伏 成为单亲妈妈的张伯芝 在享受儿子带来的幸福时 很多时候也会力不从心 期间在一档节目中 张伯芝就毫不必会表示 大儿子很喜欢音乐 但他指导不了 所以很希望孩子的爸爸 可以多关心和探望儿子 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教一教儿子音乐 让儿子享受来自父母的支持和鼓励 但孩子的爸爸并不这么做 听到这话的网友纷纷忍不住吐槽 谢霆锋 这个爸爸当的太失败 那么看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